好 十点三十五分了 今天年假最后一天了 不过我们记者发现在乌来 乌来樱花已经开了很多民众 还是来到这边来泡汤煎赏樱 马上连线给记者林小凡 好的 主播年假最后一天 赶快把握时间出去玩 很多人在今天来到了乌来 因为乌来瀑布附近的樱花 都已经开始开花了 非常的漂亮 这个桃红色的樱花 尤其是这个瀑布路 这个沿路上面的樱花 开得蛮多的 我们来听听民众怎么说 我说就是趁着年假最后一天 然后跟家人一起过来乌来这边 然后泡泡汤 然后也来赏樱一下 那我顺便就是主要是看瀑布 然后当然就是 哎 顺便这边樱花也有开 就是也还蛮漂亮的 就是可以来这边参观一下这样 就如果它全部盛开就真的很漂亮 那怎么知道这边会有樱花 就一千一千来过 对 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来 因为家里住新店 那乌来的樱花 阳明山的樱花都很有名 虽然今天天气没有那么好 不像昨天比较温暖 而且今天又开始下雨了 不过还是不减游客们来赏花的兴致 尤其很多游客 有人是专门从中部跑上来 就是要来乌来来看樱花 还有看瀑布 那除了乌来之外呢 在台北还有新北市 这两个地方呢 还有阳明山的樱花也开始开花了 所以呢 如果要趁着假期最后一天去赏樱的话 除了乌来之外 阳明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以上就是现场进行 把镜头交换了 好把握一下吧 这个天气呢 也还没有开始那么冷 再加上了最后一天的假期 大家可以来到乌来 或是阳明山来赏樱花